1979对越作战,网上传来传去,说我军对越南实行了三光政策,是不是呢,我是战争的参与者,根据自己的经历,写出来,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。 在对越作战开战前,上级三令五身,进入越南后,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,不拿群众一针一线,要保护群众财产,但是,对国有公共财产,不再保护之列。 我炮兵第一实敌26团,首站在越南高平省复合线,我当时任26团一营,指挥连侦察一班长,开战之初,各部队确实严格按照上级的指示执行的,可是,我们的部队进攻到越南村庄附近,坦克已经快拈压到一个越南老太太了,那个老太太还在撅着屁股埋地雷呢,坦克兵抓到她以后,问她为啥坦克开到跟前了,还在埋地雷,老太太说不埋上地雷, 上级不发给粮食。原来,越南实行战士配给制度,每个村民都有任务,能拿枪的就拿枪,不能拿枪就埋地雷,完成任务,发给粮食,完不成任务,不发给粮食。 刚开战之时,我们吃了越南村民不少的亏,开始对越南老百姓优待,发给日用品,粮食,转过头去,他们就在背后打我们黑枪。 我们机械的执行的群众纪律,得不偿失。根据我们统一作战方向的42军,以把25师电影队长回忆,开战前,军区再三要求进入越南执行三大纪律,八项注意。 开战后,我们救护运输队向水口运伤员和劣势,遭到越南老百姓伏击,越南全民皆兵。 从山下来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说,我饿,三天没吃东西了。 我们问,为什么? 他说,你们打过来了,我们村的人都跑了。 有一名战士拿出压缩饼干和水让他吃喝,吃完后他拿出手枪将这名战士打死了。 这是执行三大纪律,八项注意,爱护越南老百姓的结果。 他往山上跑,我没下任何命令,所有人自动向这个小孩射击,打了多少子弹谁也不知道。 有很多部队干部战士因饥渴,吃山上甘蔗,受到处分。 最早进入东西县的部队,在老百姓门上贴封条,不准拿老百姓的东西。 越南老百姓都跑山上去了,其实在异国他乡。 本人认为,群众纪律要灵活掌握,拥护我们的是我们要保护的群众,反对我们的是敌人的群众,拿起武器的群众是不穿军装的敌人。 必须坚决消灭之。 所以,在以后的战斗中,各部队就灵活掌握了。 越南复合县周围,中有大量的青皮甘蔗,主要为复合糖厂提供原料。 部队用水困难,各部队都砍了甘蔗解渴。 因为越南是集体经济,甘蔗是国有财产,部署于保护之列。 在战役的第二阶段,我炮兵26团转战亮山,我赢在811高地西侧占领观察所。 战线不断向亮山推进,我颁派出了前进观察所,基本观察所反而没有事干了。 1979年3月1日中午,计算班的人给我打电话说后勤的车上有地方政府送来的慰问品,我一听火了,有慰问品不给我们送上来,岂有此理。 我带了两个人,拿上了两支冲锋枪,同时把已经用不着的16倍炮对镜送到山下。 走到吹噬班的后勤车旁,看到车上有一车罐头,桂林三花酒,地下有吃空扔掉的空罐头盒,我大为光火,找了吹噬班长。 又找了某某长,某某常说要开会研究才能发给我们罐头,我也不管上下集关系了,大骂,妈个雷斯,我们一天两顿饭,白天饿肚子,晚上还要防备越南特工队袭击,吃个罐头,还要开会研究,去你妈的。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,爬到车上就拿,装了满满两胯包,然后扬长而去。 我们往回走着走着,走到811高地山下的葵刀村,这时拿回了罐头,心里高兴,我说,走,我们到村里看看去,说是一个村庄,其实只有几户人家。 有一户人家没有院墙,屋门开着,门框上贴着春莲,进到屋里,看到正面墙上贴着华国锋,胡志明并排的伟人像,伟人像下面贴有年画,还有周总理的画像,桌子上有一本新华字典,看样子已经有人来过了。 我看到有一个成岩的罐子,用手淘了几下,找出了四,五枚越南盾硬币,中间是圆孔,在屋里转了一圈,没啥看的。 如果不是墙上的胡志明像,没人会认为这是越南的村庄。 我们就走出村来,继续往观察所前进,这时走到了26日占领观察所时,遭敌人炮击的地方,有一段地势烧平,也走累了,我叫大家坐下休息,刚坐下,看到对面山上有一群水牛,大概四五头,我一看来见了说,目标正前方,对面山坡水牛,沃子装子弹,射击。 新兵李电平,湖南原江人,79年兵,说,班长,那是老百姓财产,违反群众纪律啊。 我说,没事,水牛是生产队的集体财产,不是群众私有财产,不受保护。 两个兵卧倒在一棵树旁,分别打了几个点射,也没有打到水牛,我把枪拿过来说,你们真笨,看我的。 我伸出右臂,翘起拇指,先闭左眼,然后闭右眼,用跳指法侧离一下距离,大概四百米,然后钉上表尺寺,端起枪来,气定神仙,立姿无一托,锯枪,瞄准,射击,哒哒,哒哒哒,两个短点射,就看到最大的那头水牛顺着山坡滚了下去。 两个兵都惊叫了起来,打倒了,打倒了,班长厉害。 我美滋滋地关上保险,带领着大家向观察所走去。 在对越作战中,我均严格执行了群众纪律,并没有像有的人说的实行了三光政策。 当然,像我这样理解群众纪律的人,也大有人在,也可能理解上有偏差。 在复合战场上,老百姓的村庄保护得很好,根本看不出是经历过战火的。 攻打亮山时,因为越南人向全世界吹牛,说中国根本打不下亮山,亮山牢不可破,许是有司令员火了,因为政治需要。 所以打下亮山后,能拉走的物资全部拉走,不能拉走的彻底摧毁,就连一条电线杆也没有给越南留下。 难怪战后,越南总理范文同是茶亮山时,胃流满面,悲痛地说,中国老太狠了。 要我说,活该。 以下是当晚的日记。 星期四,阴雨雾,三,一号。 今天九点半开始炮火袭击,聚,聚,说是打亮山。 今天雾很大,又下雨,真是人讨厌极了,风瓜,雨林,大雾,人们都躲在猫耳洞里,不出来了。 下午到山下边去拿东西来观察所,在路上打了几枪,看到了个牛,我打了两个点射,把牛打死了,距离四百米,我本想打着完,没想到倒打死了。 并不是心里想的,是我一生来第一次打死大的生物。 枪打得这样准,如果是打敌人的话就好了,其他人也打了几发。